從整個地震發生的這個活動度來看 我們不太不排除說 它這個地震還在發展當中 那規模6其實在這附近呢 在2000年呢 曾經發生過規模6.2的地震 但是它是稍微偏南 稍微偏南而且是在陸地上 那如果是以現有的這個附近的地區來看 規模6.2是從1972年來最大 對就是以現在我們發生的地區的規模 那如果我們來偏移 有規模超過6以上 在2000年有一次 我剛登臺北松山機場來進行代替 我其實在1982年也發生過一次 規模7.2甚至是規模6.2 那其實大家都感覺它是蠻強烈的 那這個重點還是 因為講這個就蠻深厚的 是比較緊的大概就有10公里的 所以其實我們是